蘇律師大家看起來說 常常在幫別人解決問題 常常這個笑口藏開 感覺人生應該滿喜樂的 但是你四十歲之後的一個煩惱 就是沒有小孩 對 那時候就是 我覺得我身體很健康 看起來很健康 自我感覺 真的很健康 是那種自我感覺良好的人 是覺得良好 那每天就是很認真的上班 認真的下班 結完婚之後想說 太太也很開心在家裡 好像就覺得 一切都很好 一切都很好對不對 那只是偶爾晚點下班 因為你知道律師工作 有時候很忙嘛 那有一天我就下班了之後 然後我就說 奇怪為什麼表情 不太正常 就是很嚴肅普克里 平常也不會這樣對不對 開始裝可愛 為什麼這樣 逗她開心一下對不對 只有一個太太 只要逗她開心 所以逗她開心 她就不笑 她不笑 她不笑那怎麼辦 那到底什麼回事 就問她 她說好啦 我告訴你 我今天去找那個 一個長輩 那長輩就問她說 你們兩個結婚這麼久 怎麼還沒有小孩呢 應該要 你們甜甜蜜蜜的 應該要小孩 來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有一家 很好的那個醫院 先告訴她中醫 可以吃中醫 然後西醫哪一個人 那包神 我告訴你 那個很神 有沒有男生 那我太太說 永遠 其實她就覺得說 其實她不是第一次這樣被問 因為我們結婚了很久 她就說 其實你都不知道 她說你都不知道 做女生很辛苦 人家不敢問你 你是大律師 誰敢問你 對 人家不會問你 她怎麼會問我 她問我說我能講什麼 人家關心你 她只能笑一笑 那只能苦笑 你能跟她講什麼 也不行 所以那時候其實那個 她講講就大哭了說 她也不是不願意 但去看醫生的時候 就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 這個驚人的事實就是說 問題不出在女生身上 只出在我男生身上 就是蝌蚪游得比較慢 因為有時候溫水煮青蛙 可能壓力太大了 所以那時候游得比較慢 所以自然生不出小青蛙 所以就變成說 以後如果說有碰到 親朋好友的時候 就會說 她就說 那是我的問題 不是她的問題 就是男生嘛 就是這樣 不好意思 那所以就 好像解決這問題 可是其實 也很內傷 那心裡就覺得說 那就不可能 因為其實都已經死心了 就覺得說 沒有小孩也就算 因為我們覺得 都是上帝掌權 上帝不給我們小孩 那就那表示他有好的意思 然後我們就算了 就突然有一天 就有一個人打電話給我就說 這個要找我 談社會 那通常來找我談事情就是說 要找...問保慮問題 那就來遇到我們事務所 我說 你是發生什麼保慮問題 她說 我沒有發生什麼保慮問題 是昨天她有做夢 前幾天她有做夢 她做夢之後 她夢到我 一個大男生 夢到我 沒搞錯吧 夢到... 她說是這樣 夢到我說上帝 上帝跟她講說 叫她跟我講 說我必須要在電視上 然後如果可以相信上帝 會給我孩子的話 你就我孩子 我聽了說半信半疑 我真的在半信半疑 我說怎麼可能 就失誤沒有小孩 不可能 大概過一兩個禮 我忘記有一點時間 結果有這個製作人 打電話給我說 另外一台製作人打電話 說律師 我今天想要做個專題 可是不講法律 你能不能參加 我說可以啊 有機會我參加 她講那個 如果生不出來怎麼辦 好剛好 找一個生不出來怎麼辦 我說該... 那時候沒想... 那時候沒有把這兩件事連結 那我就去啊 我就講...講完之後 那講完之後 其實我們也就... 我跟太太都正常 因為我太太說 不要做... 不要做人工的 她說打那個肚皮她很痛 所以她就不錯 就沒想到 過幾個月之後 進來什麼 她告訴我懷孕了 所以... 就真的懷孕了 而且自然... 神機發生了 所以我們的孩子 是上帝給的 所以我覺得 所以天使報家音 然後你就懷孕了 所以就... 真的是這樣 而且很特別是 懷孕... 生了第一個之後 第二年又生了第二年 所以我就覺得 真是上帝 所以感謝... 這是一個神機 所以我還是要在節目上講 真的是感謝上帝 不然真的是 沒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人生有很多 峰迴路轉的事情 對 這峰迴路轉 那人到終點的時候 另外一個大家都覺得 很痛苦的事情 就是生離死別的事情 越來越多 對 我三十幾歲的時候 我爸爸生病了 我爸生病 生一個很重的病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就是... 就變成說 需要有人照顧她 那那時候我也很天真 因為我在... 其實我是認真的工作 那我媽媽是傳統的女生 她就是那種很認真 情節 她持續持這個家 她說家好 沒關係 爸爸生病的時候 你去看 平常時間媽媽我來照顧 你就放心 那雖然我中間有去看 可是我就是覺得... 就有去看 可是對媽媽就沒有特別去... 我們就想說生病的 就看生病的 可是忘記其實旁邊的人 她是附近多少星星 她就是希望不要你麻煩 她說你工作夠累了 你也結婚了 就這樣 我來負責就好 其實那時候有點不懂事 那之後年紀慢慢... 就是媽媽就突然... 爸爸過世之後 他就發現說 他的肝臟裡面 他有那個... 有癌細胞... 那... 那時候他就覺得說 好 他想... 他本來也不想開刀 不過最後他覺得說 好 他要拚一下 有一種孫子 希望拚一下 結果找了第二個意見 那醫生就說 好 就幫他開刀 開刀完之後呢 還算順利 結果一出院之後 沒想到 沒多久又... 就好像擴散 那有一天 就是進去出租醫院 有一天 那... 十一點多 他就打電話過來 這樣喔 我跌倒了 我在浴室跌倒了 我就說 媽 跌倒了 我就趕快回去 怎麼...什麼狀況 結果跌倒回去 他就在... 他沒有辦法爬起來 他沒有辦法爬起來 他就跌坐在那個浴室那邊 那我就把他慢慢扶到床上 那因為之前有這樣經驗說 不舒服 那我們就說 那我們趕快去醫院急診 那我們就急診 他就... 他就拖著身體 拖... 就... 我去幫他拿他的衣服 因為我們有個包包 在塞滿包包 他還是沒辦法動 他是這樣 他就是用兩隻手 就是拖在地上走 他說這樣沒關係 我說媽 我背你 他說不要... 你不要這樣 他說... 他就不希望我 他說他也很重 其實也還好 他沒有很重 可是他覺得說 就不要我忙... 他就一直在地上 就是... 就往前 那我就幫他背著包包 那我家是公寓五樓 我家是公寓五樓 他就說他就要這樣 我說媽 不行 那怎麼可以 那我們就在樓梯那邊爭執 說不行 你這樣我也不敢這樣 我怎麼慢慢弄下去 那我就叫好計程車 我背你下去 我說那他才讓我背 媽媽背下去 然後他就說 就不好意思 就是不好... 我媽媽就覺得 就不好意思就不要 我說媽 那個... 那我覺得送到他醫院的時候 他... 我媽就跟我講說 對 他也有點安慰 他說還好有我在 那所以... 這到最後面 當然有一些... 有一些過程裡面 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陪伴媽媽 其實要有一些技術 要有一些知識 那時候不瞭解 講說多跟媽媽聊聊 其實事後想想有點不笑 因為都會講到以前的事情 應該講快樂的事情 那時候不瞭解說 其實應該講快樂的事情 那最後媽媽就... 他也很...就是說 他就說他要選擇安寧 我們就安寧的 陪伴他走完最後一程 所以我很感恩說 我有這樣一個媽媽 他一直幫我想說 他就...他就不要 所以在四十歲之後 才發現生命這麼的 要面對到 要離開這個自己最親的人 尤其是這樣 那我突然發現說 已經沒有媽媽了 但是永遠就想到說 那個電話 媽媽的電話 永遠都留在這邊 就覺得... 以前媽媽可能會 三不五時打電話來 對... 上班還會覺得滿煩的 我們在忙 現在覺得電話 不會再響起媽媽的聲音 就是...就會覺得 那也不會想刪掉 就會留在那邊 有時候看到想說 看... 只要按一下 只要按那個電話 不過電當然 不會有人接 對...所以就... 就會覺得說 會面對到以前 沒有面對的事情 對...我就剛剛講了 要珍惜再來每一天 然後創造開心的回憶 對...尤其是跟媽媽 好...你現在自己面臨一個 中年的危機 對... 聽說你少了追求 興趣的快樂 對... 這個是... 這個是我覺得 我是覺得 我最近的困擾 我就覺得 以前都不會有這問題 以前從年輕的時候 我就喜歡騎重型機車 從以前剛開始追風 很流行的追風 然後我們就騎摩托車 我會到處騎 到處跑 大叔... 中年大叔也很喜歡重機 對...那時候我是小叔 對啊... 然後我騎重機 我覺得騎重機的時候 是讓我覺得很快樂 我以前覺得說 騎重機這件事情 會讓我非常開心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人生當中就是騎... 騎車... 我從大學就喜歡騎車 大家都知道 我最喜歡騎車 騎摩托車到處跑 騎摩托車環島 不知道幾次 很多次 然後還派下去 所以我都覺得 我的人生就是這樣 那我還有一台 我心愛的韋式牌 這台是租的 那我有買過重機 那我有一台韋式牌 我覺得我有輕機 我有重機 我有小三 我有小四 我載著我的... 我載我正宮騎著小三 一起出去玩 那現在呢 對... 就說了... 這就是中年危機了 當我本來很開心的時候 可是突然小孩子出生了 小孩出生之後 開始就照顧小孩 跟照顧太太 那小孩子我很擔心 騎摩托車 我不敢載小孩 因為我覺得小孩子 一小就太危險 我們處理過太多案件 其實我膽子很小 我自己膽子大 但是不敢對小孩子這樣 膽子小 所以就... 那我就想說 那重機 不要騎了吧 沒有時間騎 就賣了 那就留下我那台韋式牌 我覺得紀念款應該很好 結果 因為也會照顧小孩 然後我也沒有騎 之後也沒有騎摩托車 坐公車了 那就發現說韋式牌 乾脆送給別人好了 那發現送給別人之後 好像也對 可是那有時候想想 那我到底剩下什麼 我好像都沒有 那你現在的興趣是什麼 現在就覺得 沒什麼興趣 有時候看到像 有時候看到節目的人說 我買了什麼東西 這化妝品很好 這什麼衣服很好 這什麼鎖表很好 我就說我都不想買 我真的有那種很危機說 那怎麼辦 我好像什麼都沒有 因為我為了什麼都 為了孩子跟... 我都說犧牲掉了 我什麼都沒有 那雖然你說律師 你除了騎重機 還有騎腳踏車... 騎腳踏車環台 環島 那是不是你的... 是不是你的興趣 其實也不是 那是一個募款活動 那個1919募款活動 我有參與 那也不算我興趣 但是我喜歡 那所以我就最後發現說 我最後才發現說 真的要好好找 這樣我自己興趣 不過最近我發現一個 事情會讓我比較開心 就是上節目會比較開心 讓我上節目比較開心一點 他現在很... 他現在紓壓狀態 對 所以有沒有有通告 還繼續教我 這是我開心的事情 這可能是中年危機 對什麼都沒興趣 也沒有購物的慾望 對 其實蘇律師 在我們朋友的眼中 就是個暖男 所以這個暖男可能 在四十歲之前 都為自己的事業打拚 可是他為自己的事業打拚 其實好像是為自己 可是那個事業打拚 可能後面的意義 是為了家人 就為了榮耀父母 為了讓太太 有一個很好的環境 所以我覺得四十歲 可能對蘇律師這樣的男生 因為他前半生都在為別人 所以他可能突然間 面臨一個暫時的休止符 要回來向內看看 那能夠為自己做點什麼 那不其中間我覺得都還好 因為那就是過去的興趣 那是不是應該幫自己發展一個 下半生的興趣 然後他說 他現在喜歡上節目 我覺得很好 因為他就是分享 他的人生經驗 分享法律觀念 分享福音等等的 你看剛才那個奇蹟有沒有 就讓他覺得說 信仰也是很棒的事情 那也許這就可以當作 一個新的智趣的發展 OK 所以你上次分享 就得到孩子 對 真的 再次的分享 說不定不知道得到什麼樣的 得到重心 來 好 期待你第二次的青春期 男生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 我們有很多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